可欲飲水 口汝干 蛇灶 白虎加人参汤 这个白虎加人参汤呢 石膏 芝母 甘草 根米 人参 金方在金櫃里面呢 就两个储方才知道他要命 一个是 白虎人参汤,一个是盛契丸 金櫃盛契丸 你如果光靠这两个储方在治 治不好 我今天就要跟诸位呢 补充 怎么样治疗 糖尿病 我们 遇到病人糖尿病的时候 病人都会 渴得很重 消渴 那 我储方呢 比如说我们加重 这个 三两 四两 你看他的体格 一般来说 你可以一两下去 大概都到不了 要二两三两上去用 像我的体格你可以开三两 大忌的用 子母呢 除烦 你想想看一个人呢 不断要带着水 不断要喝 肚子又 吃了 麦当劳汉堡 吃完以后肚子还是饿 怎么吃那么多汉堡还是饿 对不对 这个时候 储方加重 加重储方 那这个石膏呢 可以把胃火 降下去 胃的蠕动减缓 所以说 我们用石膏来减肥很好 这个人吃了胃口那么大 即使他没有糖尿病 你可以用石膏 白虎一下去 他就 胃口就变小了 所以他除了口渴以外 石膏呢 还可以 把胃火降下去 可以让胃口变小 所以说很多人呢 吃了石膏以后 石膏这个 胃里面感觉到好像 被医生做了那个减少胃 胃缩小的手术 比如说你原来可以吃 一餐可以吃两碗饭 就吃了石膏三两小区以后 变成半碗 你吃饭前肚子还是很饿 但是你开始吃了以后 吃一个半碗很小一点的食物 胃马上就饱了 很快就饱了 好 那就开始瘦啦 那就开始瘦 石膏 那金方里面在石膏用壮热 病人这样 高热的时候 都是用石膏 石膏是白虎 就是阳明的金热症 阳明症出现的时候 全热症 不会看到寒症 看不到寒症 会用到人参 就是 堵他的经验而已 所以石膏只是去热 真正的经历不足的时候 我们才会用到人参 那你如果 病人负担不起 或是你没有人参 你用党参 也可以 党参也可以 那你如果说 今天遇到了病人 老师这个 这个吃了这个汤剂 还是口渴啊 本身这个汤剂呢 大家就可以增加了 好 比如说 这个 生地 重用生地 好 这个 挂楼根 三钱 五钱都可以 好 这个都是 真经 止渴的药 然后老师现在有个人出来了 糖尿病 15年 那就吃了西药啊 然后 西药 那个 降 血糖了 那个丸剂 没办法控制 所以吃了那个 丸剂没办法控制五年以后呢 就开始由胰岛素来控制 注射 胰岛素来控制 那胰岛素用控制的十年 头种呢 15年 越用 越重 到我们手上的时候 这个病人呢 两个脚 脚已经破个洞了 脚是冰冷的 脚指头都不能弯 那老师怎么办 病人呢 当你 到了 比如说吃了西药 吃了10年 15年以后呢 病人出现的状况 叫上热 下寒 这个寒怎么来的 就是累积来的 比如说 他一直在吃胰岛 那个 Glucose 那个降血糖的药 还有一些打胰岛素 这个血糖就一直 实际上血糖并没有离开身体 实际上一直囤积在脚上面 就脚下面 今年 今年累月以后呢 脚是冷的 冰的 然后 如果不幸呢 他脚踢了一个 踩了一个东西 或者怎么样 撞上一个伤口在那边 一年多都没有 恢复 指头都开始发黑了 就叫 我们叫 New Robert 我不晓得他 中文应该翻 混合组织言 或者anyway 那病人呢 肾脏又开始衰竭 你说老师你怎么知道他肾脏衰竭 因为 衰竭的时候 肾脏开始衰弱的时候有两个 主阵 第一个 就是 恶心 第二个 晕眩 晕眩的很厉害 头昏的很厉害 所以当肾脏要快要衰竭的时候 病人一定呈现 头昏的 躺在房子不能动 吃肉欲都吐出来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分析一下给你看 中医的 观念里面 肾脏 有两个地方 第一个 他会 阳顺在塑料管里面进入膀胱 肾脏 膀胱是表里 就是阳热会进去 所以膀胱里面有一个是 阳是来自肾 第二个阳 火 是来自小肠的火 另外一个肾脏呢 他会进入胃的下方 所以 当你的肾脏功能很好的时候 肠胃的蠕动会非常好 这跟你的先天的肾 后天的胃 就是中医 先天 和后天的 关系就在这个地方 当你肾脏有问题的时候 阳不够了 变成肾是 极阴寒的 阳就是动能嘛 功能就衰弱了 极阴寒了以后呢 这个肾呢 后面是水上去 它不是热上去 那水慢慢多起来 多起来 就为这蠕动就 受到影响 你东西一吃下去以后 马上就涂掉 因为水一直上来 然后水上了隔膜以后呢 头就开始昏了 头就开始昏了 好 你如果 病人的脚 是温热的 头昏 老师 武林散症嘛 没错 这是武林散症 可是它现在呢 不是这样子 没有武林散那么简单 我开个厨房 你看看 病人呢 出现是上热 下寒 他即使用了15年的西药 还是口渴 胃口还是很大 然后一般呢 看到这种病人的时候 就已经胖胖了 没办法走路了 脚是 痛啊 有伤口在那边 就坐到轮椅上面来 又不能运动 也不能动 坐到轮椅上面 就在那边等死 因为坐到轮椅上以后 然后还是要胰岛素来控制 运动又减少 好运动不能运动 因为坐到轮椅上面 脚又受伤 那是不是恶性循环 体重就越来越大 胃口又很好 对不对 然后孩子口渴 厨房 我们用厨房的 石膏 三两指数我举例 你们可以三两起架 上面是热的 我们用石膏 下面是寒的 我们用泡腹子 泡腹子 像 他这种体格 三千 像 比如说 像 这种体格呢 可能有五千 重镜又没有关系 泡腹子的观念呢 是 顾圣阳 这个圣阳不够了 圣的阳不足了 我们用泡腹子 来 强 来强他的圣阳 加强他的圣阳 同时呢 泡腹子又可以顾表 好 顾表 那老师这两个药 石膏呢 是寒药 泡腹子是热药 这两个药 是风马牛不相干的 你说怎么会放在一个 厨房里面呢 这医生有问题 不是 金方家不是这样想 金方家只要看到上面是热的 照热是阳明镇 下胶是寒的 我们就寒热 寒热要并用 当你寒热要并用的时候 会有一种现象 产生 上面是热的 下面是寒的 我们希望 一副药 把寒热一起去掉 这就是技巧 当你 汤器煮完药以后 我们是 石膏 石膏跟腹子煮在一个 一副药里面 汤器煮完以后 如果你是 一般来说 老师啊 趁热喝嘛 吃饭到趁热吃 好了 上面是热的 你这个热的一下来 就吐掉了 当然吃不进口 所以我们 就想出来 热的药呢 这个热药 煮熟了 热药 但是冷服 跟病人说 汤器煮完以后 这两个一定要煮在一起 一定要煮在一起 不煮在一起 这两个还是 没有办法 配合嘛 所以说 如果是冷服的时候 这个药进到 胸腔进到胃里面以后 身体感觉到它是冷的 它就会接受 所以泡腹子就偷偷过来 跑到下面去了 等到胃发现到的时候 泡腹子你不应该在这里面 我上面很热啊 泡腹子已经下去了 石膏上来了 所以 上热下寒的时候 你寒药和热药 并用 一起去掉 老师呢 他脚已经 冰冷了 不能走路了 要配合什么 去脏汤 去脏汤 那如果是你的 岳母呢 一两对他好一点 对不对 如果那个小人很坏 不能做小偷 你帮他小偷 两钱 他不能去偷东西啊 还是脚还是不会好 对不对 你也不是不帮他 我开始帮他 可能好了三年才能好 不行 这个很快让他好 加什么一两 因为 白嫂呢 除了活血化一以外 白嫂可以让血 流回心脏 是不是 所以我们用 大劲的白嫂 那老师啊 他脚上有伤口啊 脚都不能走啊 我们有牛膝 这就是 本草基里面 抓药出来了 那老师上面太热了 下面太冷了 你光靠泡腹纸的话 光靠泡腹纸 这个汗呢 没有办法完全去掉 你可以试看看 所以泡腹纸跟白嫂 还有甘草 治甘草呢 五钱 这个碰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 少要有甘草汤 那真正要让下一条的汗 回头的时候 我们要靠 申腹纸 申腹纸 这里就出来了 老师怎么会同一个方子里面 你居然用泡腹纸 用甘腹纸 这就是我们很了解药性 我们才会这样用啊 甘腹纸又在 四利堂就利的时候 是伪症 病人快挂了 羊药绝了 对不对 甘腹纸 所以四利堂 甘腹纸跟甘姜 跟治甘草 干嘛用甘腹纸 甘腹纸一下 心脏就跳起来 所以 楚方 在这个时候 已经到了这种严重的阶段 你那个 桂枝 熊羊 让心脏力量 增强羊 桂枝的力量都不够 泡腹纸 所以就会同一个 楚方里面就会出现 泡腹纸 跟甘腹纸 病用 当你甘腹纸 这种极热的药 一吃下去以后 这个甘腹纸 下来 下面整个 寒痴会化掉 就是甘腹纸 所以甘腹纸 撞了 把一吃下去 心脏的 心羊会撞起来 那新皇就直接下来 到了 少府 这个时候 甘腹纸配合什么 桂枝 桂枝呢 只是好像 这个时候 在这里的桂枝 只是好像变成 倒影的药 把甘腹纸 倒到小肠里面 下降了羊 就开始 融化 冰了 羊下来以后 小肠的寒痴 就开始融化 刺激剩于雄变 变成吃完药以后 脚就开始热了 那你说老师 太瘀血了 脚上很多伤口 什么样子 那你可以加 除了牛膝以外 好 好 单皮 好 桃仁 活血花瘀 我们只要有伤口呢 都可以用三七 好 如果病人有骨折 骨头断掉 或者怎么样 你才会用续断 否则三七就可以了 好 那 老师 他这个 那个舌头是黄的 上面太热舌台黄的 石膏跟 黄莲 有两个不同的意义在里面 两个都是含药 石膏呢 专门去他的口渴 兆渴 阳明镇 黄莲呢 黄莲我一般用两钱 黄莲是解毒 黄莲呢 这个解毒呢 是到心脏里面去 因为他黄莲是 苦味 味道非常的苦 我们说雅巴吃黄莲的苦味 石膏并不苦啊 真正的苦的是黄莲 好 所以我们会把 黄莲 黄琴 放在汤器里面 去补他的 补病人的心 补他的心血 这个苦味入心 一进去以后 任何的毒跑到心脏里面 等于是混住他的心脉 所以 即使他的肾脏功能很衰弱 很衰弱 你把 黄禽黄莲放进去以后 这个黄禽黄莲就可以把 尿的毒解掉 尿毒有没有侵入心脏 看手掌 手掌拉起来看手掌心 劳宫穴 劳宫穴 少甫穴 这中间呢 黑的暗的清的就是 这个毒跑到心脏里面去 这个时候你就要重用 黄莲跟黄琴 那病人恶心想吐啊 我们最常用的是什么 半下 半下来自己也有石膏了 半下 紫穴把水排掉 那胃肠里面有水的 生姜两片 甘姜 我们金方家 在自重症的车 时常 生姜跟甘姜 并在一起用 那我前面去介绍过那个 补气制式汤也是有 生姜甘甘并用 生姜是 去胃里面的停水 所以生姜可以紫穴 甘姜那是温中 胃里面太冷了 乳动不够 速度很慢 用甘姜 所以这个药一下去后 病人开始 胃气开了 肚子 就开始饿了 头昏也不会油了 水排掉了 如果病人有水肿 这个处方 这个处方好了以后 如果病人有水肿 我们加什么 加白族 芙苓 这个白族 芙苓呢 完全是沥水 但是你如果 没有 用温阳 沥水的 处方 比如说 没有加深腹子下去 这个 下胶的寒 化不掉 化不掉 一定要 用这种 温阳沥水的 如果病人有便秘呢 因为肾主恶便 肚主黄金黎金的 大小便 也是肾脏在管 所以你肾脏功能很好的时候 你才有便意啊 才有感觉到说 我感觉我要去小便 如果你坐在那边 肚子肿很大 膀胱都肿起来 然后你一天都不小便 你说我还不想去厕所 这并不是你武功很高啊 肾脏功能都没办法 这不是练武功 武功没有什么憋掉的武功 我们一五公尺想办法把尿射出去 忘了教大家小便 你们 我们小便都要改变 你说老师小便也要教吗 当然要教 你 男人呢就要站好 就是 先不要急着去上厕所 当你觉得膀胱站的时候 跑到站在那边的时候 吐气 喊息气要配合 先 好准备好 通通准备好了 然后 吸一口去 吐气的时候 硬把它逼出来 尽量让小便喷射出来 这是练功夫 可以练肾脏 那 肾脏功能衰竭的时候 变异没有 那你可以说 老师 我用细心 经方里面 在哨音症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用 麻黄腹子细心汤 实际上麻黄腹子细心汤 并不是发汗 麻黄腹子细心汤是 利尿 利尿 所以 烧音症的时候 我们麻黄腹子细心汤里面是 阴寒病人会 失眠 淡愚昧 就是 一直想睡觉 对不对 所以麻黄腹子细心汤下去 因为里面是寒湿的嘛 所以一下去 小便排出来 所以细心呢 所以细心呢 本身是 利尿用的 基本上处方就是这样 那老师 脚落外面的伤口怎么处理呢 因为它是糖 甜的 你不要用舌头去舔它的伤口 那么笑顺啊 不需要 不需要 它是糖尿病的 那个血 你真的不要去舔 那么傻瓜 那 用蔗糖 蔗糖放到水里面 就让它融化掉 那量你可以放多一点 比如说 一盆水 你可以放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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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筋啊 蔗糖放进去 让它融化在水里面 然后脚就泡进去 脚泡到蔗糖水里面去以后 那个糖 遇到糖 这个蔗糖开始 开始不断的吸 那个病人会告诉你 这个厉害哦 他说你看我每次脚一泡进去的时候 我就看到那个龙喷出来 那龙喷里面喷出来 好 那我都要病人一天泡两次 早上一次下午一次 好 这个开始收口 然后 处方 好配合这个处方 这是基本上的处方 基本处方 用的 地方非常多 凡是 上热下寒你就可以用 所以临床上热的时候我遇到 红白系狼仓 血癌 的病人 他只要出现沙热下寒都是这样的使用 那如果说病人很容易出血 一撞就变成淤血块 这时候你就要加穿穹 好这就是我处方的时候的手法 多如此类的 那病人如果大便不通 这个时候你看他 他是 这个大黄父子信心他里面就有父子跟信心的 好 你就加大黄 对 大黄呢 计量多少 你问他 一个礼拜 才上一次 五千 隔天 就有了 好 两千 这样加减了解 我三天到四天一次 三千 这就是看 当时的状况 来做加减 但是你必须 要用大黄 必须要用大黄 所以说 如果你了解 处方什么使用的时候 你遇到再重的糖尿病 都可以 都可以治疗他 那效果都很好 那病人如果说吃了这个 石膏 还有织母 可还是渴 你可以加瓜楼根 加重 加食库 这种 额外的加进去都没有关系 争论他的经验 就可以 好 那 病人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 初诊 初诊的时候病人是 上后下喊对不对 我不在乎你们 病例里面 写出糖尿病什么 都无所谓 当你帮他治疗了以后呢 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以后 他脚是越来越冷 上面是越来越热 代表说你 处方方向错了 没有效 正常的人呢 是上面是冷的 下面是热 诸位按照我这种处方 绝对 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不好 除非病人对你没有信心 那现在看到了重症 重症 几乎都是上后下喊 所以诸位以后 跟我们到美国去临床的时候 会发现到 老师你这个治疗 那个严重的尿毒的 处方怎么跟那个 红外线囊上的 差不了多少 差不了多少 因为肚子上的小孩 好 这是 基本上 你看这些药 全部 从金方来的 但是我们也偶尔抓一些药 从 神龙的变成好心里面 比如说他有伤口嘛 对不对 这个三七啊 收敛他的伤口 那你如果说 你都不晓得 这个中药 可以内服跟外用 你如果从来没有去记 伤科的药 比如说这个 好 那个 云南白药啊 和汉唐红 里面的处方内容是什么 你不用记得没有关系 你说老师 这个 织母 本身呢 你粉剂放到那边的话 放去就会变成干药了 所以织母能够除湿 有伤口的话 一定会有湿嘛 黄连呢 能够解毒 去热 湿热嘛 那你把这两个药放在一起 除湿跟去热 在一起嘛 所以你可以放到外面做外敷啊 那你可以加一些 如果你说阿老师血阶啊 像这种 就收敛伤口的 从收敛 这个伤口的药 能够 这个 非常好 能够 这个 肌肉呢 能够 腐烂的肌肉能够再重生 都是这样 随便 开个厨房都可以外用 所以说 你如果药性 很熟 那 即使你 跑到一个小城镇里面 那有些 你身边也没有药 那也需要缺了很多 你还是可以 把它 很简单的 重新稍微组合一下 也可以用 好 就好像用车子 这没有冷气的还是可以跑吧 对不对 好 也是一样的道理 好 这种厨房用了很多 好用了很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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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了解这样子的话 基本上糖尿病就不会有问题了 糖尿病是这样子 好 所以 我们会用到 人生白骨汤 人生 白骨汤 好 但是呢 不够 好不够用 因为你常常会碰到的病人是 已经是需要 吃很久了 所以你如果 初诊的医生 这个人 该是就是 你看的 他也没有给西医看 什么他也不知道血糖很高 就是很噪口 胃口很大 人生白骨汤 他一记下去就中了 就好了 然后他也不知道 他是糖尿病 这种人最开心 好 知道自己糖尿病的人去倒霉 每天在那边擦血糖 好 还被骗 那这个纸都砸太多 真的都砸这个 一砸这个血糖又不一样 你把他吓死了 一吓死了 他就自己增加剂量 好 所以说 你要看中医还是看西医 自己做选择 好 如果遇到病人 糖尿病的病人 手脚都是冰冷的 不单单是脚冷 手脚都是冰冷的 含很肾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用当归式泥汤来做加减 就 比刚刚的更深一层 那 这个 那当归式泥汤很好用 我治疗 我治疗 我治疗也是 我们治疗 那种 红白痴狼藏 血癌 都会用 使用到这个 当归式泥汤来做加减 因为病人 手脚 冰冷 还有一种叫雷诺式症 它就是 手指头 前端的 冰冷的 你看起来是 青紫色的 很奇怪 就是前面冰冷的 你摸上去 手是温的 手指都整个是寒冰的 不想要练什么功夫啊 那个冰 好像可能是 天山来的 手指那么平 那我们 我们可以用 当归式泥汤 清方家用 当归式泥汤 那如果当归式泥汤下去 当归式泥汤 后面除了 归之草药以外 我们后面有当归 信心的木通 但并没有 泡腹子跟身腹 那你当归式泥汤下去以后 如果他手脚还是冰冷 你可以加了泡腹子 或者是身腹子 对不对 所以你要知道 泡腹跟身腹的 功能是什么 所以心脏 当你心脏没有力的时候 你加了泡腹子 你就下去加错了 你应该加身腹子 肾脏过轮不行的时候 你要重用泡腹子 来解我意思吧 那肾脏过轮 到极端不行的时候 水就克火了 火受到水的克 心脏快停了 卖没了 这个时候泡腹子 没有用了 这时候要靠身腹子 就是依此类推 这样大家就会知道 处方的应用 处方应用